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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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佬拿了公司這幾年的業績報告 和最近進行的項目給我看 我想盡快看完它 何時變得對公司的事這麼有興趣 古佬說 對, 我要花點時間和精力去玩 蒙蒙蒙蒙蒙的過一天 倒不如花點時間去了解公司的運作 看看能不能幫到你的好過 你懂得這麼想, 姐姐就放心了 不過我以前好像跟你說過這種事 但是你不聽 我當時不懂得想嘛 古佬說得對的 正好是爸爸的一生的心血 我不應該甚麼都不管 甚麼都指望你 我這樣做很自私 對不起, 姐姐 姐姐怎麼會怪你呢 不過你從來對做生意都沒有興趣 我又不想你太勉強你自己 Just try 是, 這句是古佬教我的 他說你沒試過做的事 是不應該這麼容易說不 那我又沒事做了, 就試試吧 既然Joe給你了這麼多提議 那他有沒有說 在公司有甚麼事可以讓你做呢 那倒沒有, 但是他說 我應該跟你商量一下才對 你這個人是坐不定的 不過幸好你有很多鬼主義 又少了很多朋友 你可以嘗試在公司的公關方面著手 也好, 我也說姐姐你最要解我的 雷先生, 你真有眼光 因為這款鑽石吊嘴又高貴 而取款式更特別 我覺得女朋友一定會很喜歡 好的, 就這個 謝謝雷先生 幫我包好一點, 生日禮物 是, 明白的, 麻煩兩天間 什麼事? 對不起, Ben哥 剛才劉先生找你 問你下午開會份文件搞定沒有 他還說有些事想問你 這麼小事吧? 他現在在哪裡? 他去吃午餐 看看吃什麼, 不要客氣 不用客氣了, 劉先生 如果我知道今天是你約我出來 我想我不會來的 我就是怕你會這樣看我 才跟你同事說是你的客人 不好意思 不要緊, 既然我的人都坐在這裡 那不如你也直接一點 其實你在這一行很久了 以後幫個政務賺過大錢 你蹲在小行裡 現在的薪金又少人缺 我覺得很可惜 不如回來幫我忙 薪金方面可以再多一倍 其他條件你儘管說出來 我會盡量幫你費 我不會回政號 是不是因為崇爾朗? 其實他也是一個人才 如果你們想一起回來的話 沒所謂, 我跟Brenda說一說 不過最重要的是 他是不是真的有興趣 再回這一行發展? 別開玩笑了, 劉先生 當初Angus為什麼會離開政號 你應該心知肚明 再說, 我也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我不會天真以為你真的想認識我 叫我去幫你吧 你也是想知道Angus最近的近況 你不用繞那麼多圈, 找那麼多藉口 其實當初Angus要走 有很多原因你不知道 我跟他認識那麼多年 現在見他在夜店彈結他 我心裡也很不舒服 你去找過他? 他現在已經不觸碰棋子的東西 跟你沒有瓜葛了 他沒怎麼樣, 沒可能 之前Yan的爸爸欠我們正好一筆錢 Angus轉過頭教他贏 不但還要贏得 他不做這一行真是太可惜了 那你找我出來問這麼多問題 原來你怕Angus出來之後會有威脅?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如果他真正正經經地走出來 做這一行的話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他純粹出來 是跟我們正好作對的話 我想勸他一句 他自己出面就好 不要借老人家過橋 你是不是可以幫我老人家 賺錢賺一輩子? 不是吧 如果是老人家賺錢賺到心紅的話 而那些盟工作就走了 在街上跌倒就不好 Jessica?你怎麼會在這裡? 不好意思, 我很忙, 我很忙了 沒什麼的, 請你不要再找我 難怪那個葉剛來突然這麼厲害 原來就是宋二朗在後面撐住他 這個宋二朗就是在酒吧彈結他 搞這麼多動作幹什麼?他有什麼傻子 麒雄哥, 依我說 你問Jessica也聞不到什麼 不是把那個女人夾在中間那裡 應該對付宋二朗, 這樣才實際 我不用你對付那個宋二朗 我自有分數, 我會處理的 不是, 這種人得寸進尺 一定要給顏色看, 別心軟 你聽到我說什麼? 我都說你不用對付那個宋二朗 我自己會處理的 你不要經常做一些 我叫你不要做的事, 好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你突然又要找回這件事出來說 我已經告訴你了 他是你老友的爸爸 總是要下這張票 我不想聽你再說這種借口 我要的是 一個絕對服從我命令的下屬 你經常把我的說話以邊風自把自圍 熊哥,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不過我覺得你太重感情了 不捨得下手 但不要忘記 Brenda是最討厭這傢伙的 如果讓他知道的話 他一定不開心 你以為用Brenda的名字來騙我 你有好處嗎? 柳先生, 翁小姐來了 隔著門, 我都可以聽到你叫我的名字 有什麼事發生? 沒有, 我想Brenda來到 一定是有些事想跟熊哥聊 熊哥, 那我不妨礙你了 Brenda, 特地來找我有事? 你現在有空嗎? 行 剛才的樓盤, 你怎麼看? 是嗎? 地產我不熟悉 這一區這個價錢 正說的本好還是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我可以做功課 Brenda, 如果你想投資豪宅的話 你不用親自出來看 我可以做功課 明天把資料拿去進公司和你匯報 你不遲 我說錯話 看這類話 如果是Angus 他就是最明白我想怎樣 他這事人自尚心不最膽 你應該最了解 是嗎? Brenda, 如果你覺得 我會對Angus的心懸 拜託 如果那個阿筆所說的話 我是會賞心的 我當初就叫他們坐你現在去位 你怕什麼? 說起做生意的作方 你和Angus比起來是保守的 不過沒問題的 但是做人 你也無需看得自己這麼低 是呀, 剛才那些樓盤一千多萬 你瘋得起嗎? 你是想上一層樓給我? 如果對著老闆不開心的時候 還要衣起拍下, 就會很辛苦 但是真的開心, 真語笑出聲 難道好為難你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老師, 我只是兩夫妻而已 二千多層樓, 我怕一闊三大 我就是要你多花費 你想想, 一個不用自意自己的樓 來供樓、供車、鮑魚奶 或者找卡帳的人來幫我打工 那你說我會有多放心? 我怕受知有愧 你會慘愧嗎? 如果一個做大生意的人 荷包是用來裝銀子, 不是裝裂子 如果你和我不是同類人 我會這樣看你? 幹什麼? 前面的車座也有黃狗而已 這個地盤多, 沒辦法 翁小姐, 我會小心開車 如果你真的沒有興趣搬 那我不會勉強你 我知道南區那邊有一個新盤 應該挺好似的 你還是這樣臉, 你不累嗎? 你以為嚇倒小孩嗎? 那你有沒有想過昨晚 你見他們幾個會嚇倒我? 我都說我剛巧去見客人 才遇到古老, 接著落巴那裡 才看到我和黑仔在這裡 就是因為你出來做事 逼著我們要留在香港 不管你這麼巧合 還是有人故意約也好 我不想我們一家人 再和這群人有任何瓜葛 你先冷靜點 你這麼大聲真的嚇倒你們 別害怕, 我不想失去你 我不想失去這個家 子女和我都很需要你, 你明白嗎? 不要再把他們放在心裡 當作是甚麼朋友, 行不行嗎? 就是因為朋友這兩個字 你已經受了很多節目 夠了, 你任由他們吧 你信不信到我? 昨晚我們四個沒有打過那個招呼 就算我真的很想和他們做朋友 我估計他們自己也不會願意的 總之我答應你, 我以後都不會去見他們 那你放心吧 洪哥 終於找到那個昆少了 誰知道他突然醒醒, 有事要做 所以不能來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個個都是這樣說有事要做的 好像那個陳仔又說要去球 李仔又說約了女朋友, 身相識的 這些二世祖就是這樣了 最喜歡玩職慶的, 很難約他們 算了吧, 洪哥 正如你說的, 你說顧客至上 所以我們才就一下他們 其實以前也很難約他們 我怕真的有這次, 一定有下次下次的 你想玩我, 想過沖洪嬰的方法 這樣就有用嗎? 你最多是浪費洪醜, 我沒有損失的 你現在小朋友玩泥沙?玩一口氣? 洪哥, 你千萬千萬不要這麼說 我真的不是玩你的 坤少那群二世祖一向都是這樣的 這次約你, 那次是放你飛機的 很難約的 他們真的很現實 經常說誰是頭, 認住那個頭 以前是宋二朗, 現在那個就說是我 不過你也跟他們吃過好幾次飯了 對吧? 他們說你這個人又不顏色 又不說髒話, 都很酷 他們還說你年紀大, 不適合玩 是呀, 吃虧了一點, 洪哥 不過不要緊, 我一定會幫你再搭牢 洪哥, 真不好意思 我看他們一群人不來 我自己約了有節目 洪哥, 我先走了 好, 不如明天回辦公室再說, 好嗎? 劉先生, 這裡就是近這一年 光致我們外面提供的客人資料 我要是最近三年, 不是一年 三年的資料? 幾箱了 其實劉先生, 你也不少自己檢查 那麼辛苦 差不多大份的客人Bang哥也知道 你可以問他 如果Bang一個不小心 被車撞鬼吃, 那怎麼辦? 那些客人是男是女, 是生是熟的 那我們不用管了 你們也是, 要保持好這些客人 知道了, 劉先生 我們馬上拿其他東西給你 好, 勉勉 陳家禍? 要不是因為我今天剛好從麗宮回來 沒有港幣的話 剛才… 我真的不想麻煩你幫我保釋Leo 那些錢等星期一銀行開門 我兌現了一張票, 我馬上要回來 錢是其次 但那個小孩究竟是什麼人? 怎麼警察會在身上搜刀大麻 又只是叫你去保釋他這麼奇怪? 你跟他很熟悉嗎? 那些小孩不懂得想而已 你不用僵計毒販了 Leo他對音樂其實很有心情 他每次作一首歌都給我聽 還問我拿意見 我猜他可能沒有作曲的靈感才去打大麻 吃大麻可以幫助作歌? 在我們的時代是 真的有很多人流行這樣 不過今天只有這個傻子 我真的不敢亂來 他受過這次教訓 以後我會提醒他 他這麼不潔身之外 根本就不應該保釋他出來 但他畢竟是一個很有才華的年輕人 到時候又要出庭 但不知道會不會陪他進去坐 到時候他出不了台 你以為他要上嗎? 你還打算叫他在Rock Fest上台表演? 是, 我真的有想過 但他們樂隊真的不錯的 拜託千萬不要讓他參加 就算那個年輕人進去拆不上台的 去隊伍也不該好行靠不送 我這麼大的表演 這麼多贊助員, 這麼多傳媒在這裡 我不想他們變成了老鼠絲 弄得我整鍋竹沒得吃 希嫂, 你何必這麼緊張呢? Dr. Dylan, 我這些是認真 是負責任的做事方法 正如你之前說的那個業主 說沒問題的 後來我逐個字逐個字 跟他簽一份合約 其實他一樣是擔心會被人投訴有噪音 做大事就應該有這種態度 搞成一件大事就更加需要 好… 那這隊隊伍我以後不讓他上台, 那就行了 我希望你明白我是對事, 不是對人 我明白你, 我也沒怪過你 我知道你現在在電台 功夫比以前多很多 我知道你很忙, 有壓力 稍後我替你聽聽音樂 你記得我上麗光之前 不是跟你說過嗎? 有一間樂器來一個吉他手, 很聰明的 如果今晚你有興趣 我替你去巡邏一巡吧 Hannes, 你的… Hannes, 你的… Hannes, 你的… Hannes, 你的, 你的… Hannes, 你的, 你的… Hannes, 家姐, 給我一部遊戲機吧 昨天都說了不讓你玩 你玩吧 幹嘛趁媽媽去買菜, 你在這裡吵架 姐姐, 他… 是呀, 我叫Frankie快點換衣服 出門口嘛 我送完你回去, 我自己也要上課 Frankie, 你幹嘛這麼頑皮? 是呀, 爸爸就說了, 最近爸爸媽媽忙 姐姐照顧你, 要聽姐姐話的 不是呀, 姐姐藏了一部遊戲機 不還給我 Katy, 你幹嘛藏了Frankie的東西 什麼遊戲機?媽媽失敗的? Uncle Joe送給我的 還說? 不好意思, 你的會兒遲了 今天朋友罪咎, 幫我開箱白酒 好, 劉先生 謝謝 你找我究竟甚麼事? 不是你約我出來嗎? 我還問回頭 你特地去接Katy和Frankie放學 你也是想我只想找你 如果我說剛巧經過那間學校 又剛巧碰到他們, 你也不會相信吧 方法是迂回了點, 但夠直接有效果 你現在就坐在這裡向我罪咎 我沒有興趣向你罪咎 我只是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 我想你進正號幫我忙, 你一定不肯 你不是說笑嗎? 我們做不到朋友 可以是上司下屬的關係 你叫我劉先生, 我叫你鄭先生 沒問題的, 我只是需要人才 世界上這麼多人才, 你為何要找我? 因為只有你, 我才信得過 有一天我經過一個新樓盤 看到一隻流浪狗差點被車載死 很明顯那隻狗是在地盤的時候 人們抓牠來開門口 沒有, 我在想, 其實我們那群打工仔 就像那隻狗了 你有用的時候, 牠會餵飽你 當你手去利用價值的時候 牠就會感低你 老實說, 其實我在靜樂的位置 不是很穩定的 你知道我空降進去 我又不是那一行出身 那些人表面對我唯唯唯唯唯唯 但是我知道牠們很不服我 我一天不小心就會被牠們踢出去 所以我很希望有個 信得過的人在我身邊幫我做事 我不想避免像那隻狗, 你明白嗎? 你不想做別人身邊的一隻狗 但反過來你會覺得 我會願意做你身邊的一隻狗 有一個人叫陳家禍 他欠了我們公司的一大筆期指數 已經夠期了, 我今天會找人做事 陳家禍 他說你女兒、男朋友、William的爸爸 我也是很不經意的知道 他原來是我們公司的客人 欠了我們很多錢 於是我就叫銷售人拿嘴頭 替他找另一箱借錢 打算可以替他翻本 有賭未為輸, 我們很公平 他贏了的, 我們會賠足給他 但是他很不幸, 沒什麼眼光 為何輸得眼睛不睛 你說我應該怎麼處理 如果你肯加入證賀幫我 如果他要握手的話 他這個案子, 我貴你所有 你喜歡怎樣都行 但是如果你不在意他的話 我剛才說的話你當沒聽過 他也很不幸運 就是這麼多事 柳俊隆, 你很不知所謂 柳俊隆, 你很不知所謂 你也很不知所謂 你吃著東西還看?要看入腦的 不知道,我讀書的時候也是這樣 今晚開通宵,明天就去考試 然後下午就忘記了,所以不奇怪 你千萬不要以為是姐姐要逼你 我沒所謂,我哪有說你 是我自己要找些東西來試試 不過這樣,你別說謊氣,我再說一次 如果我假裝這些東西覺得沒趣 我勞手扔掉它 知道了,姐姐是怕你辛苦 對了,你今年驗了新眉嗎? 年頭的時候就驗了 你是不是還是那個姓歐陽的醫生 看你的? 這個醫生這麼多年來 在這個行頭也沒什麼名字,行不行? 要不要看那個洪醫生? 是呀,我又沒病沒痛 普通的腦科檢查而已,看誰一樣 怎麼了?你不舒服嗎? 沒有,她是打麻就打得太多 腰酸背痛,五十肩 如果你現在不好好保養 我怕你遲些就變成姐姐一樣 難怪你這兩晚都沒出去玩 你也一樣 我怎麼會呢?我一向都是上架 現在才做事而已 你呢?不停地不停地做事 我說你應該放假的 我又不是上架九晚五 什麼?你連打麻了一關來談生意 說什麼投資的?那叫做休息嗎? 你也說五十肩吧 也好,就明天吧 明天早上一早,你陪姐姐出去找 好嗎? 什麼事? 你放得好運的地方就是這裡 是呀 我也是小朋友 師父… 總之師,走,來吧 快點,你第一… 你第一,你會陰我 他喜歡… 你… 你找到哪一部 我找到哪一部 我的孩子是小朋友 我現在很老邀了 他知道你長老的 我arnya… 我爺爺要我爺爺 我爺爺要我爺爺 我爺爺爺要我爺爺 我爺爺… 我爺爺 你現在已在你雙腳上霸氣 我爺爺 你這麼好過去 一會兒 我爺爺 我爺爺 你每天都要走 慢慢 慢慢飆流,飆流在這個潮流 順著那個潮流游 有到潮流的盡頭 不是潮流游說甚麼 你也不接受 不則他永遠保證 又收過了,又會受 他一頭不尊強久有 有一次就叫雞兵的酒 只不過你自己一跳 M-O-Y,順著著手 M-O-Y,小姐 喝酒嗎? 謝謝,早安 來了,坐吧 為何這麼累? 昨晚陪Brenda打通宵麻將嗎? 你有這種興趣嗎? 你來幫我買頭痛藥 還是打算抬我回家? 現在真是一晚通宵姐 就累成這樣了,你也不上心 聽完Roll要唱機 之後還要下舖打街機 又要教又要玩,你說我不上心? 我現在的血量上不了腦 不用管他,會上打墳丹嗎? 在這裡 你們還要談公事嗎? 今晚阿爸還沒走 不行了,很晚睡,我要去花旗 你的早餐還沒吃完 我要回去睡一會了 我今晚還要飛上海,再見 再見 再見 他去上海玩嗎? 我現在的事,是你教他要試試去理解公司的生意 我看今晚會有同事在上面做功能 急著叫他上去偷師 難得他有興趣 但有時候逼得太急,我怕會潑冷水 你覺得我做人太心急嗎? 不是,例如有些事 我怕我不知道葉包不上網 例如呢? 好像份單一樣 其實我知道是不急的 但我很奇怪,你怎麼會馬上看 是不是總公司那邊的財政有問題 如果是的話,我在金融公司那邊 把資金調掉過去 但榮信打這條數目,也幫不上網 你與其估計我,籌錢花 所以急著叫你拿份單過來 為何你不嘗試過 或者我是想見你 所以特地叫你這麼早過來呢? 我怕我早餐都沒吃 就要讓老闆召費了 不用怕,我不是特地叫你過來 被我罵的 相反,在我眼中 如果你不順眼 我就不會讓你陪我 其實我想問Brenda 你不要覺得我很智障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用問我為甚麼 也不要猜我為甚麼 總之今晚,明晚 或者之後我不知道有多少晚 我覺得我需要有人陪我 在我眼中 你也算是一個頑可疑的選擇 你不用馬上答我 總之你知道 今晚Emma不在我家就可以了 郭先生… 郭先生,有個生意片,幫你等 謝謝 你來找我,我希望你給我一個好消息 如果我來幫你,陳家和商丹 以後是否有我負責 欠債還錢,客戶貴你管 你想他怎麼還就怎麼還 你作主 他還了錢之後,我還會提上錢 只要他有本事還了錢 而你若有本事遞辭職信的話 我不會阻礙你 想跟你說清楚 我之所以答應你 完全是因為William的爸爸 除了公事之外 以後我不會有事跟你談 我只會叫你留下 沒問題的,我只需要一個 我相信一個人幫忙 最好他就是我的朋友 不然的話,我不會介意 進來 洪哥 進去甚麼?你怎麼這麼晚上班 洪哥,你千萬會不會 我每晚下班之後 都會應酬那幫大客人 所以早上就晚了回來 我介紹給你認識 鄭震軒,你應該認識 但未正式打招呼後 Ronnie會進來我們公司幫我 你們會有很多合作機會 歡迎 Ronnie是一個精船市 拿這個資格要過五關斬六獎 在美國那邊要考八貨專業 但合格率連五成都不夠 所以這個專業你和我都不能比 Ronnie哥原來這麼厲害 好,以後有這些高人在看著盤數 我們大家可以放心 也不是,你也要幫我忙 雖然你讀書沒他那麼多 計算沒他那麼厲害 但是你弄齊手盤厲害 我也要跟你學習 洪哥,你別開玩笑 對,洪哥 如果沒什麼,我想先出去 我想安排一下今晚一起去法國的東西 今晚一頓飯,你不用去 我不用去? 你得罪了坤少爺什麼,你自己知道 你只會去,他瘀到你男學台 好,乾杯… 不錯… 早知道阿祖 你可以直接跟法國酒莊聯絡 前晚我老表結婚就不用繳帶獲竹 你也知道,我的叔叔是做生意的 全部擺走起碼過百圍 那個Ben就拍了心口 說每一台至少擺到百義在那裡 就得擔心 Ben呢,他不是不本事 只不過他始終是讀書少 你別說法文 就算是英文,他也有閒公司 看錯了酒樽招紙入錯課 我…是他不對 所以今天我專誠請坤少爺道歉 對不起,不好意思 我和你,朋友 打這麼多奇指數來往 就別說什麼賠罪不賠罪 將來有局就一起開心 那時候我朋友不認識 最喜歡喝紅酒 有一個紅酒局就有膽子 張健身,今屆立法會熱緣 新鮮滾熱辣 坤少爺,不用介紹了 是呀,我們認識的 劉俊雄先生嘛 我之前是競選對手 想不到在這個飯局 大家很安眠 我也不知道你是坤少爺的朋友 明天有好事一定會遇到 不過要把記者拍到你照 胡作故事說你賊有錢人太 那就不要了,你知道記者比武品了 說笑而已,來,喝杯… 喝杯… 喝杯… 進不了立法會出來做素佬 辛苦嗎? 怎麼及你辛苦 我跟坤少爺在一起 誰服侍誰 你們做外人的就知道多少 你不知道嗎? 窮人最想知道有錢人 那些有錢人最想知道那些官 我可能賺錢沒你那麼多 但是我有幾天缺 有很多工商政策 我也有份投票的 所以我不是想來吃喝吃吃 而是外面那些有錢人 但是我不走家裡去喝酒 憑哥…很棒…很棒… 憑哥… 好… 快點報警, 試試勸不勸他 放心, 郭榮朗, 幫助他送你 朗哥… 這裡還有很多中華人的東西下來 放心, 別這樣MK 他趕快在未來閒西 沒所謂, 朗哥… 只要你和我喝一杯之後 我馬上就馬上走 朗哥, 我們說得對 來得到中華做事的人 也不應該這麼MK, 對不對? 其實做人真的一定要有教養 這樣才算是有包裝, 對不對? 就像朗哥那樣 雖然你全身都有這個紋身 但是你也要背著西裝出去見客, 對不對? 我明白的, 其實這個道理我明白的 不過太前名了 幾十歲人, 衣食住行員 已經習慣了, 突然間見外改了 怎麼改呢? 所以就被人看死, 我們沒出色了 尤其是那些女人 我喝完了, 今晚的帳單就交給我了 不過我建議你, 下次要去損身的話 去一些有拳手的場合 那些女人不介入你說什麼 都不管你什麼出身 最重要是你欺負單就行了 你比得起了 汪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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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所謂… 你怎麼說都無所謂 你聽我說完才行, 好嗎? 我知道 我不是像你那些沙埔兄弟那樣 可以跟你平起平坐 你們可以聊天 我們讀書小, 我知道訂的 我知道訂的 你放心吧, 我不是電影的 我不是送給你的 我想你幫我交給他 你不是不認識Jessica的嗎? 既然你花了錢 我看你親自給他會比較好 你猜他會願意收我這份生日禮物嗎? 為什麼這句天空不公平呢? 他偏偏喜歡一個 根本不知道他今天生日的男人都有 好, 無所謂 這份禮物, 我很希望你可以 當是你送給他, 好嗎? 只有這樣, 他才不會禮手扔掉林大 我只是想他收到 至於是不是我送的不要緊 到了這個田地, 我真是無所謂 無所謂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小子 走 走 又是地盤放了狗又不理 才弄成這樣 怎麼這麼晚? 怎麼會這樣? 我想我們要報警 我覺得那幫人不是想要你命 就要你對手 我怕不會就這麼算 我怕連你弄你而已 你不用覺得欠了我 你是我權貴這裡真真正正的連拳的人 好, 我不想少了一個 你現在無緣無故被人斬 你這麼多就沒事了 想著就這樣就算了嗎 這件事我不是不追究 至少不是當晚 Happy Birthday 阿朗, 我這間拳館的擂台 你以後都可以不上去 但外面的擂台 你不是打算給一輩子嗎 你記得? 但我沒有準備什麼送給你 不要緊, 你記得已經很合夥了 張士奇 先拿去戴席 等我遲這張送那份 實實做了一個禮物給你 你還要你 按致康 天津 要不再問你 性格 你以後 天津 你會不會吧 你在演講 你不容易 來 想不想聽聽我讀書時 如何利用午餐時間去學打球 如果 命運能選擇 十字架口你我 達出的背貌無用困難 如果 沒著能坦白 舊日所相信的正金錢發現還沒路 如果 命運能演習 現實中不知自然 那一生會暴產好權責 柳傘 過去的想法 我會否好在這樣 生於世上 無法的變態